北约早就不是防御性的组织了 北约很早就形成一个扩张型 侵略性攻击性的组织 坦白说它就是一个地球上的一个帮派 一个黑帮 因为它不是经过联合国所批准承认的 联合国的一个军事组织 它不是 它是一个这些国家自己组成的 然后用来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黑帮 他们的罪证 史记斑斑 南斯拉夫南连 1998年 北约美国他们对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 无差别的轰炸 对于那些平民百姓杀了几十万人 那是北约干的事情 塞尔维亚人到现在 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历史的仇恨 这就是北约 所以1998年的时候 北约已经变成一个侵略型的组织 而且屠杀型的组织 但是因为世界的舆论权掌握在欧美的媒体手中 他们不写 不报道 他们的这些所谓的记者 所谓的这些评论人员 从来不写他们的罪行 它早就变成一个暴力型的组织 侵略型的组织 这个家伙满嘴谎言 满嘴谎言 而且充满了鹰派的思想 而且呢 他的任务就是要用北约的这股力量 去征服全世界 所以他现在北约要进入亚太 就是印太地区 所以德国 法国 荷兰 他们的这些 还有英国 他们的船舰就进入印太地区 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然后又用他们的力量 让东南亚的国家 对他们产生害怕 然后再用经济物质的力量 然后去吸引东南亚 然后用军事的力量去打压 这样的情形 他们就可以从他们的 欧洲的霸权 发展到这个亚洲的霸权 那进入中东地区 那就容易多了 所以对于北约来讲 他的观念就是要扩张 那你说对这样的一个 黑帮的不是联合国的军事组织 怎么可以存在 北约已经成为欧洲动乱的根源 他们故意利用这次 俄国跟乌克兰的矛盾 让北约能够活下来 为什么 因为法国已经发现 北约是不对的 所以马克宏才会说 北约脑死 那法国想恢复 他们原来的传统 就是要成立欧洲军队 就是欧洲应该要有 欧洲人的军队 而不是欧洲的安全 交在美国跟英国人的控制下 应该是要欧洲人 掌管自己欧洲人的安全 这个就是欧洲的大国 德国 法国 他们原本的想法 你想英国人跟美国人 怎么愿意看到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当然要让 这个乌克兰发生战争 所以他们想方设法的 就是要挑起俄国 去攻打乌克兰 我约脑死的